把大厨和摄影师都寻找到厨房 你见过吧 这里是纽约一间家族经营的 意识餐厅 曾经也是生意兴隆 但自从第二代掌权人迈克接管后 餐厅就开始分崩离奇 迈克的姐姐朵拉也是老板 当初创满这家餐厅的 正是她的丈夫和父亲 一年前 朵拉的丈夫离世 父亲因为年事过高 撒手不管 弟弟迈克就独自担起了重任 但餐厅生意逐渐惨淡 她也逐渐暴躁失控 为了偿还餐厅贷款 父亲不得不每月 从追求金里面抽钱补贴 到目前为止 她已经垫付了120万美金 餐厅早已变成了负担 一家人的感情也因此出现裂缝 而节目组的任务 是在24小时内 让这家餐厅起死回生 为了在开始前了解问题所在 团队以失败房屋改造节目为由 在餐厅各处秘密安装了隐藏摄像机 而我们的改造者 哥登主厨 也就是熟悉的狗蛋 则会伪装成普通食客 卧底潜入 一番变装下来 狗蛋成功化身 大肚爷爷 带上家人 开着扑扑轿的小破车 正式开启卧底之旅 进入餐厅的那一刻 狗蛋就想掉头离开 沉闷俗气的装潢 缺乏魅力的员工 一切都让人感到压抑 第一个上桌的是考隔离 别的不提 这麦香就不咋地 味道更是又咸又干 甚至吃不到隔离肉 他们隐晦地向迈克 提出了意见 迈克只是敷衍地 把菜撤走 免单 然后在后面和主厨 吵了起来 声音大到 食客们全能听见 至于其他菜品嘛 炸鱿鱼 一点也不脆 沙拉酱发臭 生菜叶子泛黄 主食端上桌时 其实还像模像样地 祷告一番 典型的狗蛋是毒舌幽默 不过 这味道嘛 果然是不出所料的难吃 他们再次向迈克提出意见 报道老板 开始阴阳怪气 这也不喜欢 那也不喜欢 你们是来砸场子的吧 不好意思 真的是来砸场子的 狗蛋再也无法忍受 气到去厕所锤门 他恢复真身 华丽登场 林里风行地 关闭了餐厅 食客们也不用继续吃了 大家一起来到 节目组的临时场地 观看起之前 偷拍的餐厅画面 用手料理食材的厨师 储存不当的等冬肉 脏屋的案板 发霉的沙拉酱 暴躁的老板和主厨 这一切都让食客们 无法接受 看到这些 迈克再次崩溃 这无能狂怒 给狗蛋都整不会了 不管怎么样 24小时挑战 正式开始 食客们这餐 都有狗蛋请 但他们要在一天后 重新回归品尝 时间紧迫 狗蛋赶紧开了个会 迈克17岁的女儿 还要上学 狗蛋难得温柔地 把他送走了 餐厅的差评 多到吓人 大部分都在吐槽 老板的暴脾气 可见迈克多不受欢迎 员工们也可就是吐槽 大家都没觉得 受到过他的尊重 迈克暴躁反驳 他感觉 没受到尊重的是自己 所有人乱做一团 再次争吵起来 就在这时 迈克收到了女儿的短信 这个温柔的小天使 暖心安慰 希望父亲 接受帮助和建议 迈克忍不住流下眼泪 情绪也总算稳定 餐厅首先要改变的是装潢 专业团队紧急开工 重新刷漆 更换家具 还换上现代化的照明 这期间 狗蛋去厨房 试查起来 用了二十年的破旧冰箱 放了五六年的食材 还有煮熟冷冻的鱼块 这些都是煮熟 和迈克间矛盾的导火索 因为迈克总想废物利用 煮熟却不愿做这些破细食材 最过分的还熟冷冻库 一进门就是冲天的臭气 放了N9的小牛肉 长黑莓的沙拉酱 外加鱿鱼毒气蛋 狗蛋大概没受过这种暴击 但他更担心 主厨老陆失去了料理信念 好在老陆还没有丧失热情 在狗蛋的指导下 厨师们连夜学习新菜单 但这个餐厅最需要改变的 还是迈克 他把姐弟俩交进办公室沟通 俩人却一言不合又吵起来 狗蛋只能逐个解决 但迈克说着说着 就开始大吼大叫 简直像青春期的叛逆少年 狗蛋都无可奈何 他只能拿出重磅炸弹 迈克女儿的录像 因为父亲的暴躁 家庭关系的不和谐 孩子也过得无比糟糕 迈克终于醒悟 他还有机会改变 连续十四小时的高强度工作 厨师们都有些精神不佳 专中人员也累到只想睡觉 为了给大家加油打气 狗蛋安排他们品尝了新菜品 这些美味的食物 给众人带来了希望 而厨师们在看到 欢然一心的厨房后 更是激动的瞬间清醒 这和以前相比 就是天堂和地狱 为了确保迈克 真的可以坚持下去 狗蛋找到了他的父亲 希望这位老人 在未来三个月内 不要再给儿子提供资金帮助 毕竟 节目所这些装修 就已经花费十万美金 如果餐厅还是无法改变 那就彻底没戏了 老爷子欣然同意 最后一个惊喜 是给姐弟俩准备的 在通往此处的 毕竟公路上 巨大的餐厅广告牌 树立一旁 麦克激动地亲吻了姐姐 距离重新开业 仅剩三十分钟 一切工作开始收尾 麦克女儿也及时赶了回来 在看到焕然一新的餐厅时 她高兴地流下眼泪 客人们如愿而至 大家都为着 全新的装潢而惊喜 独特的主题墙 铜锅装饰的吊灯 还有漂亮的沙发 一切都让人心情愉悦 最重要的菜品也保守好评 除了一份小牛肉没煮熟 两天只睡了两小时 老陆有些体力不支 在另一份牛肉也被退回后 她忍不住发起了脾气 差点又跟麦克吵起来 好在狗蛋及时制止安慰 厨房这才回归正常 麦克的脾气也收敛了许多 这是非常成功的一次改造 狗蛋也功成身退 三个月后麦克一家发来后续 餐厅的经营状况好了许多 虽然平时还是有些冷清 但周末就算人数还不错 麦克也在努力克服情绪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这家名为贝拉吉安娜的一式餐厅 到目前为止仍在经营 据时刻反馈 狗蛋的菜单已经被更换 但他们的服务态度还不错 改造带给他们的 不仅是餐厅和菜品的变化 更是态度和人生的转变 我是拉环关注人间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